单眼包裹纱布艺人小S 曾因隐形眼镜受伤 变成独眼龙 我的软式隐形眼镜破掉 然后我刚已经把另一半给拿下来了 但另一半还是卡在里面 网红白痴公主也因为隐形眼镜 大眼睛布满血丝触目惊心 隐形眼镜市场庞大 追求方便舒适还要美观 像这种有美瞳之称的角膜变色片 更是大受欢迎 暗藏双高光甚至像在眼里流动 人鱼落泪也不过如此了 水汪汪大眼眨要眨 奇幻色彩大直径闪亮镜片 配上浮夸旁白客笑 两大社群网站经常出现违法广告 还打出每付只要一两百元 但其实眼睛眼镜属于医疗器材 不得在网络贩售 业者抓准暧昧心理以低价促销 但小心网路上来路不明的隐形眼镜 很有可能带来重大伤害 她在处理当中 她没有做好灭菌的话 她可能会造成这个发炎 她脚膜发炎以后就会变成溃疡 溃疡很多严重的话 就会产生脚膜结疤 那对视力就会有影响 她是兼职模特儿仙子 过去街拍摄工作时持常佩戴 放大变色片 也常被便宜吸金的网路美头所吸引 颜色啊 然后放很大 里面还有那什么里面有图案的都有 外比较干 但就是爱漂亮 然后就会满眼药水 然后直接去戴 美头变色片效果很好 但她并不知道 她的眼角膜已经受伤 我当时工作结束骑车回去的时候 所有的街灯全部都是那种爆炸 那种心状的那种光 那隔天中午吃饭的时候 就是人间瞬间莫名的就是爆痛 然后完全没有办法睁开 然后狂流眼泪 还好及时就医贴了好几天 纱布缓解发炎 要是继续戴 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视力受损 会不当初 医生他就还跟我讲说什么 有可能是隐险性的 就是可能有毒性还什么之类的 会很害怕是不是就是 真的影响到视力 因为眼睛就只有一双 你如果一个受伤什么 基本上就不可逆 壁纸变色片究竟有多可怕 我们以棉花棒在镜片上轻轻搓揉 颜色立刻掉下来 因为不少黑心业者 直接把化学染料加工到镜片 只求缤纷色彩 完全不顾安全隐忧 有的是表面 表面涂抹的 镜片上面颜色可能就会脱落 合法的隐形眼镜专卖店 它一定有经过 国家卫生署的认可 地下工厂对隐形眼镜的材质 比较不会那么讲究 隐形眼镜属于医疗类商品 不仅要有位署字号 眼镜行贩售也需许可证 对比网路上天花乱坠的广告 不仅丝毫没有保障 还可能为了省小钱 造成永久伤害 调查中心综合报道